聖誕遇上寒流 獨居的長者就更加需要別人的關心 黃翠之間一些志願團體去探望過長者 一袋袋食物 有米、油和米粉 對獨居長者豬婆婆來說 可能是最實用的聖誕禮物 天氣冷不少人都會想吃多些東西補暖 但如果好像豬婆婆這類獨居長者 想多加個菜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因為他們要想清楚用多少錢 每樣都貴 買一間菜那輪都不敢買菜吃 十多元一斤菜都 都是買的瓜那些最便宜的 有人送上食物當然開心 但聖誕雨水寒流 單是食物就不足夠 還需要有足夠的衣服保暖 不過豬婆婆這類長者 隨時連一件厚一點的衣服都沒有 最厚的了這些 全港有不少豬婆婆這類獨居長者 有團體認為 他們每個月只依靠一千元的生果金 或者縱緩過活 在通脹加劇下未必夠用 促請政府加強支援 亞洲電視記者黃徐智平